马可福音七章十四十五节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 耶稣常常讲到听的重要性 在这里一开始 耶稣就对众人说听他的话 在末了也提到 有而可听的就应当听 可见耶稣何等看重听呢 听这件事对于今天 处在新冠状病毒疫情下的基督徒 更是显得重要 我们主日在听到祷告会小组等等 很多人不开影像 就只是在听 所以是否专心可目的听 就决定了他能不能领受神的话 以至于带来生命成长的结果 求主给我们一双能听的耳朵 和饥渴的心田 明白 原文可以翻译成了解 领悟明白 保罗在以福所书勉力信徒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所用的明白就是这个字 这个明白 不只是理性上的明白 更指的是对神的旨意 和神的话的领悟和了解 所以耶稣要众人要听 也要明白 这是很重要的功课 文师和法利赛人 所以被主责备 就是他们听也听不见 心里也不明白 简单的说 他们的问题就是心里刚硬 所以听不进去耶稣所讲的话 从外面进去的是指 吃到肚子里的食物 污秽人是指的 使人成为不洁净 也就是使人不能分别为圣的意思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从里面出来的 是指从人心里面发出来的 意念言语和行为 法利赛人和文士 在这里原来是借着 有没有洗手 来谈论洁净不洁净的问题 但是主耶稣把问题提升到 借着食物来谈论 什么是真正的洁净和不洁净 礼仪上的不洁净 无关紧要 真正重要的是 人心道德上的不洁净 是的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我们心里面的恶念 嫉妒 纷争 骄傲 它一旦发出来 常常就是不可收拾的 不管事后怎么弥补 都还是会留下疤痕 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 时时刻刻的 保守我们的心 藏在主的里面 好叫我们心里所思 所想的 口里所说的 都能够建立人 扶持人 在主义 外面 城里面 把冰箱里 居住